欢迎继续观看由华语网络文学频道 录制的玄幻系列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线 作者肖锦鱼 演播 摩仙 摩利 喜欢的朋友 请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感谢你的支持 第741章 恰似深人秦天龙 天河界 北韩剑阁 在场绝大多数修士 还是头一次听到这个世界和势力 感到一阵疑惑 老瞎子则皱了皱眉 一拍额头 想起来了 和明空界一样 天河界乃是大荒三十三界之一 而北韩剑阁 则是天河界第一剑修势力 原来是他们 仆爵 仆素荣等人也反应过来 作为明空界紫月胡族的强者 他们自然知道天河界北韩剑阁 只是他们可没想到 北韩剑阁也掌握着前往 苍青大陆的空间通道 并且还掺和到了今日之事当中 天河界 北韩剑阁 苏语眼神泛起一丝追忆之色 半想后 他终于想起来一件事 北韩剑阁的开派祖师 乃是来自大荒流大道亭之一万藏道亭中的 一位黄境人物 故而北韩剑阁也算是和万藏道亭有了一些关系 而在苏语转世之前 万藏道亭则是附庸在他麾下的势力之一 这就有意思了 北韩剑阁是由万藏道亭的一位黄者开创 而万藏道亭则是曾附庸在他麾下的势力之一 若追本溯源的话 北韩剑阁的开派祖师 在前世的他面前 也只是个后辈晚生罢了 完全都不值得他留意 这也是为何苏语私存半想 才想起这些往事的原因 在前世 对于一个都没在乎过的势力 他哪可能放在心上 而现在 北韩剑阁的三个灵伦境人物 却要来抢夺他身上的造化 这让苏语眼神也变得微微有些一样 还好关系谈不上多少 否则 他们此举可就真的是弃师灭祖了 苏语暗道 这两位 皆是我北韩剑阁的强者 自称名叫王正阳的中年男子微笑开口 为苏语介绍了一下 继续道 当然 不管道友是否听说过我北韩剑阁 这些其实不重要 重要的是 对道友而言 苏语之中已经是一个会危及性命的祸患 说到这 他棘手剑里 肃然道 王某不才 愿帮道友承担这个祸患 众人 话说得好听 可谁能听不出 汪仲阳的意图 环上林等人和谢志北等人接着眉不已 汪仲阳一行人的出现 无欲让今日的局势又多了一个变数 苏语之中的因果的确太大 但可惜 四女们这般细胳膊细腿的角色根本扛不住 苏语说话时 目光一扫四周 还有人要站出来吗 场中众人皆作恶 都什么时候了 苏语竟还闲来的敌人不够多 就是作为见证者的傅清云 唇角都不禁抽出了一下 眼见无人回应 苏语不由一声轻叹 这次的坑洼的的确有些明显了 让得一些还不曾出现的敌人 根本不愿乖乖地往里边跳 当然 像那皇上林等人 谢之北等人 以及王仲阳等人 不可能是愚蠢之辈 他们既然敢站出来 自是做足了准备 甚至 在暗中极可能 还有人在等着接应他们 不过 苏语已经懒得在意这些 今日的机会 那些敌人若不抓住 那今日之后 他们注定将在没有任何机会 天穷节云愈发厚正 黑暗深沉 天地都陷入一种 灰暗压抑的景象中 万物死寂 末日般的劫难气息 充斥在虚空每一寸地方 谁都预感到 当这一场大劫来临时 苏语定然将遭遇到极可怕的打击 甚至会有杜劫失败 魂飞魄散的下场 毕竟 那些敌人真虎视眈眈 蒙地 一道沉闷的雷音在天穷深处炸开 炫亮刺目的闪电 在厚重的节云深处闪现 将天地山河照亮 所有人心惊肉跳 奇奇色变 肉眼可见 那节云深处 有着一个漏斗式的雷霆漩涡出现 旋转时 让那滚滚接云都随之翻腾滚荡起来 产生震天动地的轰鸣声 雷霆漩涡深处 绚烂的结光缤纷归立 而弥漫出的气息 则如同末日劫难般 让人远远望着 灵魂和心神皆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惊具 好恐怖的劫难 若非亲眼所见 我根本无法想象 这是一场针对化灵静修式的大劫 王正阳南南 眉梢带着精益 他来自天河界 本身就经历过灵香大劫 且见多识广 可这也是他第一次见到 如此禁忌诡异的天节 这般大劫 都快要比得上 我当初度过的灵伦之节 并且还多出一些 禁忌诡异的气息 仆觉神色变幻 被惊到了 他敢肯定 便是在明空界 也不曾有哪个灵香敬人物 所经历的天节 会像苏毅这般恐怖 苏毅神色很平静 不卑不喜 这一场大劫 本就是预料中的事情 他自不会为此忌惮什么 苏道友 不知道在此时出手 能否坏你的心境 忽地 王仲阳微笑开口 汪 说话时 他袖袍一挥 一口黑色铜钟浮现而出 铜钟表面 镌刻着群魔乱舞的图案 随着王仲阳屈指一旦 当 一道尖锐刺耳的钟声响彻天地 夺灵魔中 一件专门攻击 和震慑心神的灵道宝物 远处观战者皆心神刺动 眼前直冒金星 皆不由骇然 纷纷运转修为化解 就是皇上林等人和谢之北等人 也感到一阵烦躁 气血翻腾 皆不由眯了眯眼睛 就见那黑色铜钟上 扩散出一道黑色音波 化作群魔虚影 咆哮着潮苏一冲去 卑鄙 下皇 闻心照等人皆暗骂不已 谁能看不出 王仲阳此局是何等阴损 苏义屹立在原地 覆手于背 闻思不动 自对这一切浑然不绝般 不过 当那由黑色音波 所画的漫天魔影 冲到距离他三丈之地 便轰然崩溃瓦解 消散一空 微末小道 不值一审 苏义微微摇头 只要能影响到道友的心境 足以 王仲阳笑着开口 他屈指连弹 当 当 当 一道道密集尖锐的钟声响彻 夺灵魔中摇晃 扩散出一圈圈宛如 惊涛骇浪般的音波 而后演变为铺天盖地的魔影 朝苏义冲去 与此同时 那天穷深处 接云翻腾 雷霆漩涡鸣不断 一幅即将彻底爆发的迹象 那等景象 看得人们无不色变 不得不说 王仲阳出手的 实际拿捏的极为精准 在大劫即将来临之时 全力攻击苏义的心神 这等情况下 苏义一旦遭受冲击 在其渡劫之时 便会遭受到极可怕的威胁 引来深陨盗销之祸 然而 苏义立在那根本没动 似一块万苦不疑的结石般 当那扑天盖地的魔影冲来时 皆在三丈之外被阻挡 而后轰然崩溃 恰似万发不清 全场皆为之瞠目 而自时至终 苏义抬眼望天 都根本懒得去看王仲阳一眼 王仲阳脸上 灌肠挂着的一抹微笑 也微微凝固 眉梢间浮现一抹阴沉 连他都没想到 一多灵魔忠之威 竟无法撼动苏义分毫 一起动手 绝不能让他 信松地有成功肚结的可能 末帝 还上灵开口 说话时 他抬手一扬 光辖流转中 一串银灿灿的灵挡出现 响起一阵阵叮咚 如天籁般的奇妙音波 摘心灵 这同样是一件极神意的灵宝 凡被灵神蛊惑者 心神如被摘取 心如傀儡 与此同时 环上临身旁的其他灵伦镜人物 也各自出手 有的蛇战春雷 发出如狮猴般的灰色道音 有的催动宝物 直接朝苏一展去 足足是为灵伦镜存在一起出手 那等未能启示寻常 一时间 道音轰鸣 曝光流逸 那片虚空彻底紊乱崩快 远处观战者无不胆寒 骇然失色 夏皇 闻心照他们的心 都不禁悬到嗓子眼 空前紧张起来 更要命的是 那天穷深处酝酿 依旧的旷石劫雷 也在这里可爆发了 雷霆漩涡中 有一过绚烂的结光 垂落而下 那一瞬 天地都被照得一片白茫茫 炫亮刺眼 恐怖无边的劫难 毁灭气息 令虚空乱缠安鸣 也让在场所有人 如坠冰枯 亡魂大冒 王仲阳等人 黄尚林等人 谢之北等人 这一刻都露出 亢奋期待之色 蠢蠢欲动 天降以来 各种攻击 也将朝苏义杀去 在这等打击之下 他苏义哪还有活路 也就在这时 一直望着天穷劫云的 苏义笑了笑 自语道 不往我未度此劫 静坐此地七日之久 声音刚响起 他俊拔的身影呼得大放光明 一股佩燃墨浴的灵力气势 仿似沉寂万古的矿石剑锋 于此刻横空出世 扶摇而起 冲销而去 他袖炮震荡 恰似仙人抬手扶流云 轰隆 那由环上林等十位 灵伦镜施展的道法和宝物 裹挟着恐怖的威能和光瑕 都已经来到苏义咫尺之地 可随着苏义一拂袖 漫天光下暴碎 朱般宝物轰然崩散 一场堪称恐怖的围杀 就此土崩瓦解 而还不等人们为之震撼 便见苏义的身影凭空而起 凌空一个脉步 随手朝高处一抓 那一挂如铺般垂落的绚烂结光 竟是被苏义一把硬生生抓住 直死神人腾空 探守秦天龙 全场震撼 未知失神 作者 萧锦鱼 演播 魔仙 魔力 喜欢的朋友 请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感谢你的支持 第七百四十二章 我与人间斩天节 之前 苏义的处境之凶险 让所有人都提心吊胆 甚至 许多修士都以为 苏义此次怕是在劫难逃 毕竟 足足是为灵伦境强者的联手 再加上天节从天而降 在这双城打击之下 换作在场其他修士 都注定难以对抗 然而 结果却完全出人意料 当苏义动手时 紧紧镇袖之间 便破掉漫天功法之术 探守一抓之力 便勤注大到结光 那的风采 一如神人 这 环上林等人和谢之北等人 神色间的亢奋凝固 瞪大眼睛 王正阳等人如到稀凉气 满脸惊涩 无法想象 才有着话林静修为的疏意 是如何办到这一步的 看到了吗 之前我于之对敌 忍书才是最明智的 狐觉南南 他也被这一幕惊到了 蒲素荣等紫月胡族 强者皆面面相去 心神动荡 夏皇 门心照等人皆暗松一口气 围绕瞎子一人 悠然感慨 这是尖之辈 哪懂得苏大人的厉害 吃了 虚空中 被苏义一把禽柱的 炫量结光如大龙般 剧烈摇晃 释放出毁天灭地般的 劫难气息 换作任何化灵境 人物遇到这等禁忌般的大劫 仅此一击 便会魂飞魄散 根本无法抵挡 可随着苏义长指一抹 轰 如瀑布般的炫量 结光轰然暴碎 化作漫天光雨 而随着苏义身影上气息吞吐 那漫天光雨瞬息被吞那一空 这霸道的一幕 也是再次震撼全场 不知多少人昌暮 快 干扰其行动 坏其心境 王仲阳立声长笑 他长指连拍 夺灵魔中轰鸣震荡 发出群魔嘶吼般的声音 滚滚黑色音波如暮海 狂涛般超苏义席卷而去 与此同时 环上林等人和谢之北等人 皆齐齐出动 轰隆 轰隆 宝光征腾 道音震天 这些灵伦境存在 不管来自何方势力 但在这时候 皆不约而同一起出手 欲牵制和惊扰苏义渡截 不过 他们行动极小心 接力在远处 不敢靠近苏义渡截之地 且动手施展的宝物核岛树 哪怕遭受刀天 结力量的轰杀 也不会影响到他们自身 天地混乱 无匹的杀鸡和耀眼的 宝光神灰激荡 似要令天地翻覆 而劫云深处 雷霆漩涡之中 再有一道结光垂落 哼 那结光五彩缤纷 耀眼惶惶 仿似从天外 斩落人间的一柄闸刀 承载着灵灵天威 恐怖无边 这一刹 所有人的心向 被人狠狠钻住 无不骇然色变 一众在当世界 堪称巅峰的灵轮镜人物 此刻全部出手 去对付苏义一个人 那等景象 让人远远望着 都感到说不出的绝望 门心自问 放眼当事 黄折不出的情况下 任时能挡得住 这等围攻 更何况 苏义还面临着一场 堪称 矿石的禁忌大劫 这一刹 苏义没梢露出 一抹灵力之意 一对忧碎的 疼不悲不喜 而其一身道行 则极尽释放 其俊拔的身影 骤然间光明万丈 只似一把剑 锋芒之上 贯冲九天十地 自私疏狂的灵力剑意 则如惊涛怒卷 横管八方 他已等待此劫多日 也早已参透 瓦解此劫的玄机 那还有再保留 再吃一 哼 苏义舒展身影 莫得抬手一按 一身极尽释放的 大道之力 带着色泽如昏明般的 原始道义 骤然间从掌指尖迸发 哼 一道施掌范围的掌印凝聚 带着无金不摧 磅礴无量的伪力 猛得压迫虚空而下 这一瞬 直死远古神山从天而降 欲震压山和人间 这也是苏义在 灵道之路修行至今 第一次毫无保留地 将一身道行 全部施展出来 便见一击之下 虚空紊乱 神灰席卷 一众灵伦境修饰所 施展的道法和宝物 皆似不堪一击的泡沫般 在虚空中轰然破碎 一掌破万法 摧枯拉朽 无可匹敌 这是一幅震撼人心的画面 从远处望去 苏义就如天上仙人 随手一拍 便将那来自群敌的围攻之力 尽数破灭 可还不等人们反应 哼 那一道如若闸道般的雷霆 结光已狠狠劈来 站在苏义身上 光与汹涌 直接把苏义和他驻足的那片虚空彻底淹没 刺目的结光沸腾 释放出恐怖无边的毁灭气息 那片天地白茫茫一片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让所有人心中一颤 脸色彻底变了 苏折先这是被批死了 怎会 惊哭声四起 全场骚动 环尚林等人 谢志北等人和王正阳等人 此刻接松了口气 之前 被苏义一掌之间 破掉他们的联手一击 让他们皆胆寒不已 但还好 也正是他们联手这一击 影响到了苏义的行动 让得苏义直接被移到雷结皮中 如此旷世奇才 却因为苍青之肿而遭结 着实令人唏嘘 王正阳感慨 神色间却尽是笑意 这姓苏的 总算死了 环尚林南南 内心畅快 如泄掉一块巨石 苏义之前展露出的战力之强 让他们这些人皆感到胆寒 都无法想象 若让苏义杜结成功 踏入零相境后 又该拥有何等恐怖的道行 但还好 这一切都没有发生 苏义那堪称不败的传奇之路 也将就此戛然而止 做好准备 等雷结散去时 就出手去抢苍青之种 谢之北传音叮嘱身边其他人 他眼睛死死盯着那一片被结光淹没的区域 叙事一代 苏义的死 本就在他们意料中 毕竟面对如此大劫 附近又有群敌还死 换作任何修士 都注定没有任何胜算 而在谢之北看来 今日的纷争 才仅仅只是开始 苏义的死 只不过是拉开了纷争的帷幕 接下来抢夺的苍青之种 才是头等大事 苏公子他 闻心照翘脸苍白 毫无血色 那雷结如大到扎刀 直接屁中苏义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让少女的心都像被撕碎 夏皇 翁九等人也都手脚冰凉 可就在此时 老瞎子却咧嘴笑起来 调侃道 心照姑娘 我老瞎子眼睛虽美了 可也能感受到 苏大人并未遭难 怎么你却这般伤心 闻心照一正 夏皇 翁九等人也一正 难道 便在此时 轰 一道震天动地的轰鸣响彻 在所有人不可思议目光注视下 就见那一片将苏义身影 淹没的璀璨结光 在这一刻骤然产生暴鸣 像雪崩似的溃散 而后 苏义那俊拔的身影映现出来 他轻袍烈烈 黑发飘扬 浑身大到气息流转 化作漩涡 将那漫天溃散的 结光吞噬得涓滴不胜 没死 老天 这 场中轰动 彻底沸腾 惊哭声四起 这时候人们才看清楚 苏义何止是没有遭难 身上连一丝伤势都没有 毫发无损 并且 仔细观察的话 苏义刺客的气息甚至比之前更强大了 不知多少人惊呆 愣在那 谁能想象 本来以为必死的苏义 却破碎结光 愈发强大了 这一切 简直就像一个奇迹 该死 王仲阳脸上的笑容凝固 惊怒交加 这都杀不死的苏义 环上林也梦了 瞪大眼睛 如遭雷击 怎么会这样 谢之北等人也一个个露出活见鬼般的神色 他们都已经叙事以待 准备去讲苍青之种 谁曾想 苏义非但还活着 还玩好损 太好了 闻心照激动起来 欣喜若狂 夏皇 翁九他们也都彻底轻松 人生于世 最庆幸之事 莫过于虚惊一场 老瞎子没有嘲笑 或许闻心照他们失态连连 显得很不淡定 可这也证明 他们是真正在乎苏义的安危 所谓关心则乱 便是如此 当然 这不代表他老瞎子不在乎苏义的安危 而是他远比其他人更清楚 这样的劫难根本奈何不得苏义 天穷下 苏义将在场众人神色的变化 尽收眼底 不由摇头审笑 而后 他目光看向天穷 该结束了 苏义轻瑜 静坐七天 他一直在推敲一件事 并最终确定 当这一场针对自己的灵香大劫 同样充斥禁忌之威时 那么自己的道行便是在那天 也注定无力破截 原因很简单 此等大劫 为的是彻底灭杀自己 根本不会给自己任何活路可选 而现在 苏义已经印证了这个推测 红龙 天穷之上 劫云翻滚 雷霆漩涡愈发可步 绚烂的结光狂舞 那等毁灭气息 让在场那些灵伦镜人物都感到绝望 根本无法想象 这该是何等大劫 怎会如此之反常和诡异 也就在此时 人们看到了一幕注定将毕生难忘的画面 就近虚空中 青袍少年右手探出 长指如剑 朝天穷展去 刷 一道剑气掠空 扶摇而上 树耳间已来到劫云深处 天地猛的一记 万象岸然 覆盖万丈范围的黑色劫云 骤然间四分五裂 溃散如潮 劫云深处的雷霆漩涡 随之一分为二 其内酝酿的恐怖结光 皆随之轰然崩散 垂落人间 直四一剑开天门 破框是天结 天情下少年一手父辈 拎着酒壶畅演 如若仙神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谢谢 请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感谢你的支持 第七百四十三章 君如剑中仙 横推无可敌 古来至今 凡是修饰杜劫 无不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 于重重雷劫之下 历经诸般生死磨难 才最终薄的一线生机 破桀正道 对在场那些领导大修士而言 对杜劫时所遭遇的凶险和磨难 更有着刻骨铭心的体会 然而 此时当目睹苏毅杜劫这一幕 所有人全都傻眼了 一见而已 便破万丈劫云 粉碎矿石大劫 这无疑太匪夷所思 人们甚至都有做梦般不真实的感觉 毕竟 之前谁都能感受到 苏毅面临的这场林乡大劫 极为恐怖和反常 甚至充满禁忌般的诡异气息 那当林领天威 让在场凌伦镜人物都胆寒绝望不已 更何况是其他人 正因如此 无论是桓上林等人 谢之北等人 还是王仲阳等人 皆无比确信 在他们的干扰下 苏毅注定在劫南逃 必死无疑 可谁曾讲 苏毅之似仙神般 一见便凿破天雨 破掉这一场堪称 更苦未有的禁忌之劫 这让他们都受到震撼 待着在那 如是神迹 这 这也太强了 有人心神战利 震撼难难 一见破天结 这该有何等恐怖的道行 才能办到这一步 有人震撼失声 无愧是折仙般的人物 人间难得一见 颇觉窥探 这一刻 这位明空界的顶尖灵伦镜人物 也被苏毅展露出的手段彻底惊艳到 再看老瞎子 文心照等人 也无不神似恍惚 这样一幕 同样完全颠覆了他们对杜杰的认知 天穷下 万千结光溃散飘洒 仿似受到牵引般 如潮水似的尽数被苏毅那俊拔的身影吞没 他的身影发光 一身气息似于后河面般 水涨船高 节节攀升 而在其体内大道灵弓 则似混沌初开般 轰鸣滚滚 汹涌的大道力量正在凝聚为一道神异莫测的法相雏形 而苏毅的修为 则已一步迈入灵香镜层次 这一瞬感受着通体内外翻天覆地的变化 感受着一身道行和精气神惊人的蜕变 苏毅心中也犹然生出一股满足感 灵香镜 灵道之路第二个大境界 真至此镜 宁大道法相 物周天玄机 寿元暴涨 生机绵延 和朝游悲海木苍吾 和吞吐日月炼玄机 法相一成 意味着对大道的掌控 迈入一个全新的地步 以后修行时 诸般大道奥义和密法 皆可明刻于法相之中 满天结云溃散 天地恢复如初 深沉的暮色早已被夜色笼罩 天穷之上 皎洁的明月与星辰共璀璨 而天穷之下 苏毅一身的气息 物资还在攀升 七天前 他曾获取源源不断的大道光雨 而今破灭天结 更是将截雷中的无尽生机 通没 这两种力量一起交融 正在为苏毅驻救灵香镜的大道根基 可以预见 当苏毅的境界彻底稳固之时 其大道根基必然将雄厚到无法想象的地步 快 趁其境界不稳 杀了他 末第 一道报和响彻 惊醒在场众人 就见皇上林带着其他十一位灵轮镜存在 在这一刻一起出手 腾空朝苏毅一人杀去 恐怖肆虐的杀机 也随之充斥全场 好 那就先杀了姓苏的 再夺苍青之种 谢之北一咬牙 和身边其他九位灵轮镜一起 凭空而起 朝苏毅围攻过去 我们也去 王仲阳做出决断 他很清楚 若等苏毅境界稳固 注定将变得无比可怕 到那时 在场之被怕是再找不出一个能够和苏毅对抗的 而苏毅眼下虽渡截成功 但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那就是他的境界不稳 一切力量都在发生变化 这也注定他很难得心应手地掌控那全新的力量 而这 也正是他们灭杀苏毅的一个绝佳机会 轰隆 天地乱颤 夜色都被滔天的神灰照亮 足足二十余位灵轮镜存在联手出击 那等一幕该是何等恐怖 就见道剑 铜钟 飞梭 神隐 浮沉 玉尺 各种各样的本命灵宝 带着绚烂的神王 撕破长空 震受人间 以种种强大莫测的道法和秘术 演化出雷霆 神焰 巨峰 血液等等毁灭般的力量洪流 铺天盖地般朝苏毅一人冷罩过去 那片天地都陷入莫大的动荡中 山河草木 尽数化作鸡粉 虚空都似承受不住 暗鸣不断 这无疑太恐怖 之前在苏毅渡劫的时候 这些灵轮镜也曾联手出击 不过 当时他们为的是牵制和影响苏毅的心神 再加上鸡蛋被天解反噬 故而动用的道术和秘宝 皆谈不上强大 可现在不一样 这些灵轮镜存在 几乎是全力出手 将各自的本命灵宝和着强盗法界施展了出来 为的便是一股作气 灭杀苏毅 那等威能 自然远非之前可比 当目睹这一幕 普觉这等战力足以在明空界排进前五的灵轮镜存在 都感到胆寒 扪心自问 换作是他 只有一个选择 逃 有多远逃多远 否则 注定会被红杀的骨头渣都不剩 而此时 当面对这等来自四面八方的围攻 苏毅却露出一抹击窍之色 现在再动手 何以与飞蛾扑火 淡然的声音还在回荡 苏毅迈步虚空 一炮飘夜 哼 在他俊拔的身影四周 映现出一道浑原的大的光影 防刺墨盘一般徐徐旋转 碾压虚空 泛起如梦似幻般的光泽 砰砰砰 一件件大道灵宝和一种种大道秘法轰来 产生隆隆暴明之音 那恐怖的威能 只死要把苏毅淹没 但无论是何等宝物和妙法 还未靠近苏毅 就被那一道浑原的大道光影抵挡在仗许范围外 无法寸进 而随着苏毅迈步 那一件件宝物被震飞 以种种道法轰然破灭 远远望去 此刻的苏毅之四一座坚不可摧 无法撼动的孤壳山峰 横移虚空 碾碎一切攻击 说来缓慢 石子皆在刹那间发伤 苏毅一步迈出 就已经来到一群灵人静修士身前 袖袍一挥 哄 漫天渐气垂落 直死天降暴雨 冷罩八方 无比凌厉的剑意 将虚空都凿出一道道笔枝狭长的裂缝 而距离苏毅最近的那群修士尖毛骨悚然 毫不忧欲动用全部力量 如若拼命般进行化解 惊天动地的碰撞响起 便见漫天剑与倾泻 视如破珠般碾碎那些修士的攻击 破开他们的宝物 而后斩在他们身上 扑扑扑 这一击之下 足足无畏凌人静修士 几乎是同一时间被斩杀当场 他们的躯体四分五裂 神魂都被茫茫剑气搅碎 鲜血飞洒如破 将那片虚空都染红 场中震动 无不为之震撼 身陷成为 非但不曾被打压 反倒以破竹之势 瓦解群敌为光 一举震杀五人 所谓如入无人之境 也不过如此 鲜血在飞洒 惊呼震天 环上林 谢之北 王仲阳等人都被惊到 脸色大变 在他们预想中 才刚肚结破镜的苏义 本该处于一种经济不稳的虚弱状态之中 可谁曾讲 完全不是这回事 快 全力动手 环上林目自欲裂 力声大吼 这次死的五个灵轮竟修饰 皆是来自他的阵营 这让他心都在滴血 根本不必他提醒 在场其他人早察觉到不妙 哪还敢怠慢 一个个都毫不犹豫 动用压箱底的手段 直死拼命一般 对苏义进行疯狂的围攻 这片天地彻底乱了 直死将要沉沦塌陷般 灵轮竟存在的力量 动辄都能焚山珠海 毁掉一方山川 而现在 则是一众灵轮竟一起联手出征 一个个似疯狂般进行拼命 那等凶威 岂是寻常可比 远处的夏皇都不得不运砖 九鼎阵戒阵进行防御 否则仅仅是战斗的毁灭洪流 都足以给九鼎阵造成严重的破坏 而在远处观战的修士 都早已躲避到更远处 唯恐被波及到 红龙 天昏地暗 山河皆破灭 大战彻底爆发了 也是这时候 人们才真正见识到 刚渡截破镜的苏伊 是何等可怕 就见 他四折仙漫不虚空 大袖翩翩 一道道剑气横空 带起黄黄耀眼的光 照亮夜空 滑破长穷 根本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挡那等剑气的杀伐 天不能阻 得不能陷 大道亦不能羁绊 那茫茫剑气肆虐之下 宝物崩碎 道法破灭 一道又一道身影如草介事地被屠戮当场 四分五裂 血洒清零 惊怒的尖叫 不甘地嘶吼 绝望的呐喊 凄厉的惨叫 在这天雄下的大战之争 此起彼伏地响起 这一刻 天地如若末日炼狱般 勾勒出一幕幕触目惊心的死亡画面 太恐怖了 一个人而已 横推八方 剑斩灵伦 摧枯拉朽 紧紧几个呼吸间 便有十多位灵伦竟存在忍恨 扶诸当场 他们的宝物和尸骸化作碎片 混杂着心红滚荡的血水 从虚空坠落 也把天地染红 而再看苏毅 青山磊落 长发飘扬 浑身仙尘不染 只死剑中仙尊 杀得人头滚滚 所向披靡 远处观战者 皆呆滞如泥塑 身心之地 尽是京剧 欢迎继续观看 游华语网络文学频道 录制的玄幻系列 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萧锦宇 演播 摩仙 摩力 喜欢的朋友 请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感谢你的支持 第七百四十四章 屁女人间 咔嚓 一口鸣晃晃的道剑寸寸崩断 掌控道剑的一位灵伦 竟修饰身影亮掌 张口可血 还不等其站稳脚步 在其瞳孔视野中 映照出的一抹剑气 骤然变大 直至剑气冲着他整个瞳孔时 扑 其头颅抛空而起 血洒虚空 另一侧 轰 满天剑气鸿鸣 碾碎一尊青铜道印 碎屑飞剑中 一个身着滑袍的男子 躯体骤然间炸开 血肉都被绞碎成无数块 前后两位灵伦净修饰暴毙 却几乎发生在同一时间般 快到不可思议的地步 而苏伊纳俊拔的身影 则早已朝其断人杀去 灵伦净强者的厮杀 既体现在修为上 也体现在对大道力量的掌控中 而大道力量的强弱 则显现在所凝聚的大道灵伦品项上 向河俗意对战这些灵伦净强者 皆都已凝结出大道灵伦 且不乏一些顶尖强横之辈 向谢之辈 环上林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而来自天河界北韩剑河的王仲阳 更是老辈人物中的强大存在 一身道行 完全不弱于普爵 相比起来 当初死在苏裔手底下的环天须等五个灵伦净角色 皆逊色了太多 然而 面对如今已踏入灵伦净的苏裔 在场这些灵伦净人物 也显得不堪起来 轰隆 天地动荡 虚空鲜血飞洒 直死炼狱般 这一场战斗虽才刚进行没多久 可那些灵伦净人物的围攻之势 早被摧垮 且伤亡过半 自始至终 更是无人能阻挡苏裔的功法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不知多少人害人失色 心神失守 在这些观战者眼中 这一刻的苏裔 完全和无敌没有区别 现在 你总该清楚之前我为何认输了吧 仆爵南南出声 杜劫之前的苏裔 都强大到能够在战斗中 一步步压制自己 更何况是现在 朴素荣漠然 之前因为朴爵认输 而残留心中的不甘 在这一刻早已经被震撼 惊惧和后怕取代 他哪会不清楚 若非苏裔手下留情 他们这些人极可能也难以活过今日 看到了吗 这才是苏大人真正的风采 那些混账东西还妄图 趁着苏大人杜劫前后突袭 何其可笑 老瞎子满脸的机访 若让他们知道 今日之事 本就是苏大人挖的一个大坑 还不知他们会做何感想 夏皇 文心照等人皆心吵起伏 天地血雨滂沱 动荡不堪 唯有苏裔的身影纵横其中 说狂自私 如若仙人临沉 威慑人间 到现在 那些对手早被杀的七零八路 只剩下寥寥六七人 还在苦苦挣扎 战斗中 环上林脸色铁青 目姿欲裂 谢之北壳血 披头散发 围烧浮现惊惧之色 王仲阳壮弱疯狂 嘶吼连连 厮杀到现在 苏裔的强大 让他们一个个接受到莫大的刺激 一个个都有崩溃之感 谁也没想到 苏裔在杜劫时 依旧那般强横 心境和神魂 根本不受影响 同样 更没人想到 苏裔能够在一箭之间 便破掉那一场堪称禁忌的旷世大劫 一举迈入零相境 若说这些意外 还能让人理解 那苏裔如今展现出的战力之胜 则让他们每个人都无法接受 太强了 打破脑袋 他们都想不出 一个刚迈入零相境中 境界还未曾稳固的少年 会强大到近乎无敌的地步 什么道法 什么宝物 在他面前 皆如若指护般不堪一击 无法伤害其分毫 反倒是他每一次出手 皆有无坚不摧之事 杀得他们这边溃不成军 以至于 仅仅须一剑而已 便令他们三大阵营 接伤亡惨重 哼 尘门暴碎的声音响彻 又一个灵伦境人物陨落 直接被苏裔抬手一掌拍得稀巴烂 形神俱灭 那霸道血腥的一幕 就如压倒落脱的最后一根稻草 让环上林彻底崩溃 再没有任何质疑 这位来自魔族环氏的耀眼人物转身就逃 刷 一股浓稠的血光 从环上林身上爆发 让他的身影舒尔化皱半筋斗血线 朝四面八方掠去 血顿之术 一种自损受缘和生机 来换取逃生机会的杀强大禁术 这等禁术 在魔秀一脉广为流传 但不得不说 以血顿之术逃走 的确很有效 可惜 环上林碰到了苏裔 对拥有前世十万八千年阅历 精通千般道数 万般密法的苏裔而言 要想破解血顿之术 根本谈不上困难 便见苏裔袖跑古道 右臂阳气 如历见晴天 哼 四面八方的虚空之中 骤然间涌现出一道道 天剑般的大道臂障 彻底将四面八方封死 每一个大道臂障 皆灿然发光 涌动着密集玄奥的范文 远远一望 苏裔所在那片天地 就仿似化作一个巨大的牢笼般 给人以逃无可逃 与无可逃的感觉 这不是昆吾夜市的化地为牢之法 而是传承自佛门的至高密传 掌中佛土 一掌之下 化山河乾坤为佛土 对手身处这片山河之中 便相入我鼓掌之间 若是由佛门的黄境人物施展 一掌之下 力量足可覆盖八千里山河 敌人无论逃到哪里 无论如何躲避 都逃不出其手掌心 砰砰砰 那由桓上林所花的一道道血线碰壁 猛地炸开 很快 其中一道血线炸开后 化作桓上林的身影 一个亮呛 差点从虚空栽倒 不 血顿之术怎可能会被阻挡 他脸色苍白 满脸惊悍 无知 苏毅眼神泛起一丝不屑 但凡顶尖层次的黄极道筒 借有专门克制血顿之术的秘法 诸如佛门的掌中佛土 道门的小凡龙爵 妖宗的风蓝蝶杖等等 这些秘法 在斗战时的威能谈不上多厉害 可在阻截对手陶盾时 却能发挥到不可思议的妙用 开 桓上林思吼 动用一切力量 去攻击掌中佛土所花的大道弊杖 可惜 苏毅根本不给他任何机会 唰 一道剑骑闪现 直死白红冠日般 隔空斩落 危险来袭 桓上林毫不犹豫咬破舌尖 动用拼命般的压香敌手段 就剑骑身上涌现重重磨焰 地界为一层层甲皱 覆盖全身上下 而其手中 则扬起一杆大脊 狠狠刺出 咔嚓 大脊和剑气碰撞的一瞬 便四指胡斑离开 而剑气于是不解 凿开那一重重磨焰锁化的甲皱 从桓上林身上一闪而过 不 气力不甘的大叫声中 桓上林的躯体骤然分成两半 而后两半躯体都随之炸开 血雨如焰火似的绽放 气美 星红 滚烫 随起 四面八方虚空中 闪耀着玄奥范文的大道壁杖 也随之隐墨消失不见 可看到这一幕时 原本也已经萌生退役的 谢之北 王仲阳等人 皆想被敲了一记问棍 心都沉入谷底 这可真是逃物可逃 桓上林逃跑的时机不可谓不好 然而依旧被阻结住 辅助当场 这一幕 对谢之北 王仲阳等人而言 简直就和被人断了去路也没区别 大战还在进行 只不过 到如今已经仅仅只剩下谢之北 王仲阳等寥寥四人 并且全都负伤在身 苏义 我愿意认栽 只要你能手下留情 我可以发誓 以后再不与你为敌 谢之北战声开口 这位来自天兴近斋的灵伦境存在 这一刻彻底慌了 为了保命 完全不顾什么尊严和傲苦 直接认栽 祈求苏义原谅 与我为敌者 注定有死无生 又何须你来立誓换命 但人的声音中 满天剑雨横扫虚空 直接将距离苏义最近的一个灵伦境 修士阵杀 而后 苏义一个脉部 朝谢之北杀去 求饶又有何用 到了此时 除了拼命 再无他选 王仲阳沉声大喝 那就和他拼了 谢之北咬牙大叫 彻底豁出去 可惜 这样的挣扎注定徒劳 便是在远处观战的人们 都看出谢之北等人大势已去 一个弹指后 伴随在王仲阳身边的一名黑衣女子 被一道剑气刺穿眉心 隐恨当场 两个弹指后 王仲阳的本命领宝爆碎 躯体被一片剑气覆盖 刹那间四分五裂 魂飞魄散 临死前 这位来自天河界 北寒剑壳的灵伦竟存在 不由苦涩常叹 早知如此 不该第一时间就站出来的 声音中 尽是懊悔和不甘 远处观战者闻言 皆心有戚戚然 而就在苏义正 御斩杀谢之北时 一道极粗沙哑的苍老声音 在远处天地间传来 苏道游手下留情 我天行见 翟月为此付出一切代价 为谢之北赎命 声传全场 原本已经绝望的谢之北 先是一阵 玄机露出激动之色 完了 轻飘飘两个字 从苏义唇中吐出 而后 在一众震撼目光注视下 苏义手起剑落 将早已负伤严重的谢之北 斩杀当场 扑 鲜血如扑飞洒 谢之北瞪大眼睛 满脸错愕 直至死去 他眉烧间的激动之色 都雾渍残留着 至此 此次围攻苏义的三大阵营的 灵伦净强者 尽数备战 无意生还 天地血情如化 为苏义截然一人 傲力虚空之上 屁拟人间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谢谢 欢迎继续观看 由华语网络文学频道 录制的玄幻系列 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萧锦鱼 演播 魔仙 魔力 喜欢的朋友 请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感谢你的支持 第745章 风口浪尖 虽是夜晚 九鼎城 尽致力量释放的光辉 驱散了浓重的黑暗 天地间血腥泥漫 各种宝物碎片和尸体残骸 散落在千窗百孔的大地上 勾勒出一幅触目惊心的死亡景象 远处观战者呆滞在那 震撼无言 前后不过片刻 来自三大阵营总计 二十五位灵伦镜存在 被苏语一人屠露一空 这在之前 谁敢想象 须知 即便璀璨大事已经来临 可在当今苍青大陆上 灵伦镜强者 依旧是最巅峰的存在 随便一个 便能纵横四海 叱咤风云 威射一方天地 在世间修饰心中 灵伦镜更是如若主宰般的存在 只能去仰望和敬畏 然而就在今日 在这九鼎城之外 上演了一幕 灵伦镜强者陨落如雨的震撼景象 而杀死他们的 是一个刚破解而入灵相境的少年 这一切 无疑太震撼人心 苏语 你就不怕遭报应 蒙弟 那一道沙哑的声音再次响起 透着分寒 回荡夜空中 这是天行见斋的一位老人 之前曾出声求情 试图让苏语放过谢之北 但苏语明没有留情 与我为敌者 才真正该担心遭报应 苏语拎着酒壶自饮 语气随意 更何况 今日之事 可不会就这般结束了 轻飘飘一句话 让全场悚然一惊 青云楼嘱咐青云 蒙得想起在苏语度节之前 曾请他专门来介绍 那些对手的来历 为得辩识以后 要对这些仇敌进行报复 当时 傅青云还有些将信将疑 毕竟当时的局势太过凶险 他都怀疑苏语是否能从 这一场大难争活下来 可现在 再回想起苏语说的话 傅青云内心翻江倒海 久久无法平静 近日 苏语都匡是禁忌之节 面一众灵伦静人物 放眼天下 谁可比肩 儿子这等存在 若要去报复那些仇敌势力 必然将掀起无法预测的血雨腥风 呵 是吗 但在老朽看来 身怀苍情之中 苏道游接下来的日子 必将成为众矢之地 引来天下共主 那个天行见斋老人沙哑的声音 再次在天地间响起 鸣枪一朵 暗箭难防 苏道游或许道很高深 无惧一切 但你敢肯定 这是监狱谋夺苍青之种的角色 不会采取其他行动 这番话 威胁之意 一步加掩饰 在场观战者心中都一阵发寒 苏语却笑了笑 淡淡开口道 若因我苏某人之事 而欠累身边之人 那我自不介意去 他灭这世间一切敌对势力 到那时 我倒要看看 谁还敢在这般犬废 全场震颤 众人皆道吸凉气 苏语的强势 在这番话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那就走着瞧便是 那天行见斋老人的声音就此沉寂 苏语则常常伸了个懒腰 目光一扫全场 道还有人要和我一战斧 天地寂静 重劫漠然 翁九 有劳帮我收一下战利品 苏语撂下这句话 没有再迟疑 迈不虚空 飘然而去 直至他的身影 进入九顶城消失不见 也没见任何人敢阻拦 走 我们回去 文心照第一个按捺不住 拆着激动喜悦的心情匆匆返回 老瞎子 轻崖他们紧随其后 夏皇和翁九泽留下来善后 而此时 九顶城外已是彻底沸腾 像炸开了锅般 寂静的夜色被彻底打破 苏哲仙也太猛了 你们说 自此以后 这世上还有谁能是苏哲仙的对手 有人惊叹 不好说 毕竟如今这世上 不乏一些来历神秘 身份陌生 却极为恐怖的存在 像今日出现的天河界北寒剑阁 以前可都根本没听说过 有人沉吟分析 毋庸置疑和 苏哲仙已经立足在当今天下最巅峰 无论谁要和他为敌 都得掂量掂量后果 有人感慨 这一战绝对称得上史无前例 可以预见 当消息传出去后 天下必为之震动 死了这么多人 那些大势力烟可能善罢甘休 什么善罢甘休 那些大势力真正该担心的是 苏哲仙会否去找他们算账 场中哗然声四起 而在极远处的夜色中 有着许多铅藏在暗中的角色 在此刻都陆续显现踪迹 一度结尾诱饵 挖羹埋人 这苏意简直太胆大 有人难难 本以为今日能玩一出 螳螂捕蚕黄雀在后的行动 不曾想 却是苏意守株待兔 挖羹埋人 还好我们没有第一时间掺合进去 有人暗自庆幸 以苏意今日之战力 以后要从他手中谋夺苍兴之种 可就越来越困难了 有人叹息 呵 真以为苏意无敌了 错 这璀璨大事才刚开始而已 除非他将苍青之阵拱手相让 否则必然会在接下来一段时间中 遇到数不胜数的危机 有人冷笑 渐渐地 这些一直潜藏在暗中的强者 皆陆续离去 无愧是能被我家老祖宗注意到的角色 这苏意可真是伤亡 长这么大 我还是头一次碰到这般逆天的家伙 夜色下 崔景眼红唇清起 责责称赞 何止是你 我都不敢相信 有人能一见破天结 以刚刚晋级的灵香镜修为 杀得那些灵伦净溃不成军 血液眼神飘忽 满脸苦笑 一只沉默的酒祭祀 这一刻也禁不住感慨道 这苏意 来历绝对非同小可了 一个少年 却对他们孟婆殿的传承了如指掌 能一眼认出裁决明尊所炼制的玉佩 能让鬼灯挑食官一脉的传人追随身边 同样是这个少年 于近日度了一场堪称禁忌的大劫 以刚刚突破的灵香镜修为 杀了一正灵伦镜高手 这一切都显得那般匪夷所思 以至于九祭祀这等监管疯浪的老人 都不禁心生一谋枉然 这少年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九祭祀 我们还去见苏意玛 催情眼眨巴着灵秀的名谋 问道 为何不见 九祭祀深呼吸一口气 道 你们就不好奇他身上的秘密 血液眸光闪动 道 我更在意苍青之种 九祭祀脸色微变 沉声呵斥道 血液 莫要再谈起此事 哪怕再不甘心 此时此刻 我们也断不能和苏意 这等危险人物为敌 更何况 掌教科没说 非要让我们把苍青之种带回去 血液轻叹道 我明白的 崔景眼笑吟吟道 不甘心才正常 换我我也不甘心 若有可能 我甚至想狠狠收拾那姓苏的一顿呢 九祭祀唇角抽抽 美好气道 景眼 你就别添乱了 你得罪了苏意 有裁决明尊大人的玉佩在 苏意自不会为难你 可我们和你不一样 一旦得罪苏意 可后果难料 这一刻 血液敏锐察觉道 九祭祀明显已经彻底熄灭了 抢夺苍青之种的心思 言辞间 无意间流露出对苏意深深的忌惮 他沉默片刻 道 九祭祀放心 在这件事上 我自不会犯魂 说实话 我也很好奇 这苏意究竟是什么来历 九祭祀笑着做出决断 道 夜色已晚 明天时候 我们一去拜会 一下这位苏者仙 夜色中 傅京云古灵灵一个人敬我 须久 他拿出一部泛黄的竹箭 以神念为刀 在其中捐客 四月十一 黄昏 苏意于九鼎城外迎来灵香之节 此节更苦未有 称斥禁忌气息 纵观古今岁月 时找不出一粒能与之比较者 一行行眷勇陈宁的字迹 浮现在竹箭上 语句洗裂 并无任何修饰 如实记录今日发生的事迹 此战 苏意一剑斩天结 一人杀众敌 一粒定千坤 战绩之盛 放眼当今璀璨大事 无出其诱 然 今日之事 也为苏意埋下祸根 他日之天下 定会由此而掀起一场滔天风浪 写道这 傅京云略以此一意 但还是写道 今宇之战 当时改变大事格局的起源 而苏意 将成为大事中最大的一个变数 以思今而论 谋道是希望 苏意可见鸭大事 一统天下 如此 足可平定天下之动荡 写道这 傅京云神色一阵变幻 最终苦笑一声 又把最后这段话从竹简中抹去 身为红尘轻视一道的修士 最忌讳的 便是在记录世事更迭时 将个人情感融入其中 这不只会影响自身道徒 更会让由自己所编撰的史料典籍 存在失真和偏颇的成分 以至于歪曲史实 是非成败 自有瓜熟地落之时 作为见证者 能勤眼目睹今日之事 已是莫大姓氏 傅京云收起那泛黄的竹简 飘然而去 青云小院 屋檐下大红灯笼灯火通明 庭院内月光如水 竹影婆娑 凝枪一朵 暗尽难防 那家伙倒也说得不错 苏意懒洋洋 躺在藤椅中 心中自语 以前我懒得去计较那些恩仇是非 可如今 藏青之种的因果 已经让我深处风口浪尖 既如此 自不能再留情 于尽修而言 当如何断恩怨 答一箭斩之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谢谢